嗨,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凤君直播室 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分享怎样照顾你的眼睛 今天可是久久哦,所以不要跑,不要离开 赶快帮我们分享出去,让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这个直播 今天我们除了特价,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礼物送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 赶快like and share出去,让你的朋友一起参与我们的特价和送礼的这个直播 好,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我们有什么特价品吧,我们赶快进入正题 我们的特价就是今天我们的特价SH1这个特价了 就是原本35块7的,今天只要28块8我们就能够买到两包 两包这个红色的看到吗?非常新鲜的这个枸杞子两包 然后呢,一罐黑架50克的黑枸杞 然后呢,还有一包这个养肝明目茶,里面呢有6包哦 这个特价呢,这个特价呢,叫做SH1 如果你想买一套就打SH1谈1 如果你想买多过一套的话呢,就打SH1谈2或是谈3都可以哦 希望大家赶快抓紧这个特价的机会 然后我们再看看我们的第二套特价SH2 SH2呢,我们也是同样的有一包这个红枸杞 一个这个名下的红枸杞 然后呢,有一包养肝明目茶 再加上两包茶树菇酱鸭汤 原价33块6,这个特价呢,是28块8 28块8,同样的如果你想买多过一套 你就打SH2谈3,谈4,谈5都可以哦 嗯,还有呢,朋友们 如果呢,你们想参加今天的大抽奖哦 就是我们今天会送出刚才的那一套SH1 我们会送出两套给所有呢,帮我们like and share的朋友们 所有帮我们like and share的朋友们呢 我们将会送出SH1那套特价品出去的哦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第三套特价品 第三套特价品就是这个SH3了 这可是呢,易思源哦,新加坡的生产商 这个生产商呢,他特别呢,为我们给我们这个特价 原价32块钱的,在这个直播的期间 28块你就能够买到这个护颜宝了 这个护颜宝能够帮我们维护我们的眼睛 帮我们的眼睛呢,不会干涉 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好成分哦 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呢 这个护颜宝里面,嗯,你看看 有蓝莓树,还有呢,有菊花 就是那个叶黄树,有枸杞子,绝名子 还有呢,我们的这个小米草的提取物 这个东西呢,这个60粒的这个护颜宝 能够帮我们减少紫外线和蓝光的损害 最重要的是帮我们保护我们的眼睛哦 所以呢,如果想买这个特价品的朋友们 请打上SH3,SH3,28块钱你就能买到了 好的,我们赶快不说恶话哦 大家赶快动动你的小手指 帮我们like and share出去 我们就将开始我们的直播了 今天为我们呢,讲这个课题的中医师 是崔坚豪中医师,他可是一个13年的 有13年经验的中医师哦 他除了呢,能够跟我们分享 他也是呢,时常呢,在这个教育学院哦 还有呢,各大学府分享中医中药知识的一位中医师 他也是一位呢,营养培训师 所以呢,让我们以很多很多的爱心和赞哦 点赞,让我们一起欢迎我们的崔坚豪中医师 今天来为我们分享 坚豪,赶快发出很多很多的爱心 让我们欢迎坚豪 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好啊,今天我们将为大家分享什么呢 就是为大家,教大家怎样的护养我们的眼睛 对吗 对,眼睛 好,今天我们讲的是眼睛这个课题 眼睛虽然是很小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属于是蛮小的一个器官 但是眼睛这个小东西哦 却是可以看到出我们全身五丈六腑的健康 很神奇 让我带你们到中医的古籍经典里面去 《黄帝内经》里面有一部分叫《灵书经》大获论里 他说五丈六腑之精气皆上住一目 而为之精 这个精就是精明的精 也就是说你的视觉能力很好 五丈六腑的精气皆上住一目 也就是说假设你的五丈六腑的精气减少了 或者有摘 你的眼睛就不得到那些精气 不得到养分 另外一句话 目者五丈六腑之精也 因为魂魄之嗓 所以我们讲那个人的眼神 哇很有眼神 炯炯有神 也不是那种怒目 怒目凶光那种眼神 炯炯有神也看得出的 很有神 很有灵 很有神的 那么这样的人的眼睛就看得出 他整体的健康其实是蛮好的 那么相反的说 假设你的眼睛 你的全身的健康 就是说你整体的健康不好的话 眼睛可以告诉你 你的其实处在亚健康 或者不健康的状态 好的 今天好啊 线上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们 他们都上线来支持我们了 好像Brander 还有Gina 春梅 还有呢 哇 还有好多好多的朋友啊 谢谢你们上线支持我们 你的支持呢 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啊 好的 我们来问健康一下 眼睛出现了各种问题 是跟年龄有关系吗 刚才健康有说 当然 我们当我们看到 我们周围的人 我看到有些人的眼睛 特别出了很大的问题 某些族群 某些年龄群 我们就问 这个跟年龄有关系吗 好 在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人体 我们以人体的三家为主轴 说起 中医理论里面 我们的五丈六腑就处在三胶这个腑里面 我们讲脏腑 腑是比较空的 是空的 脏是实的 所以腑是虚的 所以三胶这个虚的 这个无形的这个腑呢 全部的那些五丈六腑都在里面 三胶是包住它了 那么分上中下胶 五丈六腑都在里面的时候 那么假设 里面三胶出现问题 如何怎么说呢 三胶的水道的代谢都在三胶 你气机也是在上胶 如果你的气机不畅 气质或者水液代谢不畅 水液代谢不畅 三胶中有一些组 那么也就会形成你的五丈六腑开始出问题了 相反五丈六腑有问题 水液代谢跟气也会有问题 那么假设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三胶里面的五丈六腑 就会反映出我们的健康吗 有什么人的五丈六腑 是不足的呢 黄帝内经 在之前的我们好几个 Facebook Live 我们都提到黄帝内经里面都说 天葵结了之后 有五丈六腑揭摔的族群 是40到60岁之间的 所以在大家更年轻的时候 女的或男的 那么这些老人家 中老年步入更年期到老年的时候 五丈六腑揭摔 所以五丈六腑揭摔 经济就下 经济下的话 我们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眼睛了 我们接下来再讲详细一点 好的 我们来看我们怎样去辨证 我们的五轮辨证吧 我们看一下 你看刚才讲到三胶 所以讲到三胶是我们五丈六腑 我们身体里面 那么现在讲眼睛 除了用西医对眼睛的诠释之外 中医也有自己 连利久不衰的辨证法 为什么要用中医利久不衰的辨证法呢 因为其实行之有效 但是待会我会再跟大家解释 我们不单单只是看五轮 现在这个五轮辨证是什么呢 大家看这个图 那么我简单的说因为我照念的话 大家就觉得很麻烦 对可能听不懂 好 看啊 我们就看这个整个眼睛 从外到内 上眼连下眼连是属皮的 内外刺 就是我们的最极端的两个角 是属心 那么我们的瞳孔是属肾 外面那个包那个黑筋啊 是属肝 那么白色的部分是属肺 那么就是叫五轮辨证 五轮辨证对照五行 对照五脏 心肝脾肺肾 那么OK 现在我们就看了 有什么 我们在临床辨证的时候 我们有用到五轮辨证吗 有 待会我再跟大家讲更详细 但是现在给大家一些例子 五轮辨证里面 好比如说 我们有个叫天形赤眼 天形赤眼 天形赤眼呢 就是我们的那些 好像红眼镇啊 有雪丝啊 我们白色的地方有雪丝啊 这白金的地方 那么这个 我讲是属于气轮哦 气轮就是属肺 那么大家要记得哦 我们中医没有这么简单哦 我讲五脏六辅之经济 接住于肺啊 接上住于肺 接上住于木 五脏六辅之经济 接上住于木 那么刚才讲到哦 白金那边有天形赤眼 赤眼 黄眼镇哦 天形赤眼 那么我讲是肺 简单表面上是肺 有什么事啊 可能是啊 风行啊 那个风鞋犯肺 风鞋犯肺哦 我们感受到风鞋 那么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 肺 肺有 肺有 肺有热 肺有热 肺热哦 也会形成到我们的那个啊 白金那边会有红丝 所以这个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辨证 但是我们中医没有这么简单 我们一层一层的要整体观 所以用整体观来辨证 待会我们再更讲详细一点 嗯 好的 就好像啊 中医就是一个全方位嘛 全体的那个 对 所以不只是单单的那个肺有问题 其实你其他的丈夫其实可能都出现了一些小毛病 所以我们可以在眼睛里面看到一些端 就是看到一些些的一些端毛啊 好的 听我讲了这么多哈 呃 我们来当让大家动动脑筋好吗 我们来发一个小问题 呃 看看大家能不能赶快的 呃 把答案写下来 然后呢 我们有奖品送出啊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小问题 就是每个人都说眼皮跳嘛 那你们知道眼皮跳是什么一回事呢 啊 猜一猜 我们看一下 呃 如果你觉得答案是A的话 你就写打1哦 在留言信箱打1 A就是左眼跳 左眼皮跳急 右眼跳胸 是一个征兆 是这个这么一回事吗 或是B 因为压力太大哦 焦虑或失眠 或是C 因为呢 有肝眼症 眼睛呢 需要滋润 呃 你觉得答案是哪一个呢 是1 2 还是3呢 是2还是3 哦 2还是3 哦 你只要把答案呢 哦 打在留言信箱哦 把答案 打在留言信箱 然后呢 待会我们就会抽出 哦 三位幸运儿哦 这三位幸运儿呢 我们就会各送一包这个呢 哦 养肝 明目茶了 这个养肝明目茶 里面有六个小包哦 我现在也在喝这个 养肝明目茶 朋友们赶快 动动你的小手指 把答案 打在留言信箱哦 我们将会抽出 三位幸运儿 好 今天好 让他们 给他们一点时间 打一个答案 打1 2或是3就行了哦 哪答案 打1 2 或是3哦 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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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没有 12或3哦 他们打如果ABC也行啦对吗 ABC 有些打ABC 谢谢 谢谢哦 OK好 好 好 今天好 呃 我可能是错了哦 你们要自己自己判断哦 我们要先揭晓答案呢 还是先讲解呢 好啊 我们先讲解吧 让他们多一点时间 去把答案打进去 让他们继续把答案 我们先讲解 那么 你探子 眼皮条 管动人很喜欢讲 左眼丢隔 右眼丢红 OK 左眼跳鸡 右眼跳胸 OK 不管是左眼右眼 怎么跳都好 我们就看 大家去想 假设我们把这些 你性急或胸的 把它放开一边 我们把我们人 因为毕竟 不同种族 不同文化 不同山水的人 都是眼睛 眼睛都会跳 那么我们当时 我们跟不是华人的人说 我们医师就看 是什么病症呢 当然新看病 还不看疾病 对不对 当然 当我们看了自己的问题 自己有眼皮跳过 病人也有眼皮跳过 那么看 眼皮跳的 那个主要的基礼呢 是 有可能 很多个原因 都是几个基礼 可以跟大家分享 准伤心脾 心脾两须 也就是说 假设你好像 耗伤你心脾之后 心脾两须 精肉施养的跳动 那么当然 对不对 讲心脾两须呢 五章六谱 也有干皮血须的症状 干皮血须的话 更明显 因为它血须生风 那么干 干有风的症状 如果有风 就干风内动 而血须的话 更生风 生风的话 是尖液到那个包连 我们叫包连 这个叫 这个眼睛围着 这些 若我叫包连 包连而正跳 也就是说 假设 这个是两个 比较主要的基礼 当然还有更多 因为中医是很无限的 不是定型的 所以先跟大家分享 这两个 心脾两须 或者干皮两须 干皮血须 那么假设是这样子的话 什么东西会造成 心脾两须 干皮血须呢 大家想一下 想一下 只有一个答案 有一个朋友 放两个答案 我揭晓 不是 OK 揭晓吧 今天好好 就冲出三文件 我们将会 各送一包 这个 干皮木茶 各送一包 好 那我揭晓 那么我讲 那个 Carrie Chong 跟一个叫本阳的 一个Carrie Chong 跟一个叫本阳的 我看到 我叫你们名字 你们的profile名字 Carrie Chong 跟本阳 还要多一位 三位 再多一位 再多一位 就Berry Pie Berry 我名字叫Berry Pie 对对对 恭喜这三位朋友 恭喜这三位朋友 答案是B 答案是2 答案是B 恭喜你 你们踊跃参加 因为你们根本不需要付出任何的运费 任何的费用 我们这个直播过后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联络你们 记得 记得要把你的电话留给我们 我们将会把礼物送上 你根本不需要还运费 也不需要还任何一分钱 我们就会把礼物送到你的家门口 所以上回有一些朋友 他们就担心他们参加这个游戏 我们会让他们还钱什么的 放心 你踊跃参加 我们赶赶你赶赶参加 我们赶赶送 OK恭喜 好我们就把答案揭晓了 就是B因为压力太大焦虑和失眠 谢谢朋友们 好的 国豪还要继续帮我们讲解吗 不需要了 刚才我已经讲解了 总结的就是说 压力大焦虑或失眠 都会引起到眼皮跳动 那么这个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 其他的病因 但是最主要的是血须 刚才在讲的那两个基礼是比较重要的 对比较重要的 好我们再继续问一件 好 眼睛若是我们没有好好的保养 除了近视以外 我们还会有些什么问题吗 好 风俊问近视 当然待会我们看了比较多的内容 那么待会我们先暂且不谈 但是我跟你说我们社会有很多常见的眼疾 什么是眼疾呢 我就说眼疾是什么 讲病呢 疾就是病啊 但是当我们讲病啊 近视远视老花散光是病吗 其实是病的 但是我们讲你们都有病哦 就很难听了 所以我们讲眼疾是什么病 但是我们对生活像我这样子 以前没有照顾好 所以就有闪光 所以要戴着这个眼镜 所以这个也不会妨碍到我 但是这个真的是一个眼疾哦 当然没有戴得更好 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个是眼疾的时候 我们中医跟西医 在这边我来详细讲一下 我们中医跟西医的诊断 好来 中医跟西医 眼睛 我们现代人比较有福分 跟古代人相比之下 我们现代人有用现代的仪器 现代的知识 那么对于眼睛呢 我们不应该也不会只是用单纯的中医诊断 中医诊断用足了之后 再配合西医诊断 因为这个小东西 这个小情况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要精确 越小越精确 所以当病人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 我们看到病人 我们用四诊核参 配合西医的诊断 我想问大家懂不懂四诊核参 哪四诊呢 对 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 把答案打在那个留言信箱 什么是四诊核参 四诊核参 给你一点点时间 看你能不能够把这个答案写出来 好 大家懂什么是四诊核参吗 中医的四诊是什么 打在Facebook那边看一下 答错表情 对 我看我们因为时间有限 今天所要分享的那个内容非常非常的多 好 我来说吧 四诊核参就是望闻问切 对吗 对 望闻问切 也就是说 病人一踏入病房的那一刻 我们就看望 望闻问切 除了望闻问切做出了之后 我们的经典在我们脑子里面 在被运作 在被思考之外 我们也应该配合西医的诊断报告 也就是说 假设你看到是普通的眼睛 普通的 我们可以用中医去治疗 我们OK 但是如果发现好像不太对了 因为他给我们很多的内容 我们就一定要劝他去CEW诊断 因为这个光不到眼睛 忙的时候是不太好的 所以在病人进来的时候 我们脑子里面会发生一样东西 对眼睛的这个疾病 有病名 症状 全体的 就是整体的症状 不但是眼睛 整体的 那么 病因 还有病基 病因就是为什么发病 那么病基 这个病的过程 好 来我们 待会我们再继续讲一个常见病 好的 我们 今天好 我们有一些怎样常见的眼疾吗 这边 要不要问一下 看看 朋友们能不能够 为我们 回答这个问题 对 讲了常见的眼疾 刚才凤俊已经讲了一个叫近视 那么大家回答一下 这个 这个有讲吗 有 有 我们就是要问 问朋友们 有些哪一些常见的眼疾 这个又是一个送分送讲品的一个题目 所以呢 我们看一下 常见的眼疾有哪一些 是1A到D吗 就是脉力肿 闪光 斜视 肝眼症 这个是眼疾吗 还是2 1到G 就是近视 非闻症 视力 1.0 这个乖乖的 是2了吗 还是3 H到J 就是老花眼 远视 咪咪眼 所以呢 把答案打在留言信箱 如果是 你觉得 1 是正确答案的话 就把答案打在留言信箱 1 如果是你觉得 2 是正确答案 就把2 打在留言信箱 或是3 我们将会送出 这一包 演技哦 我们讲的是演技哦 嗯 就是把 只要把答案打进去就可以了 把答案 是1吗 是1吗 答案是1吗 我看到很多朋友 打2 好像 答案应该是 好的 有的朋友已经 因为今天是9 把很多很多的礼物送出去给大家哦 赶快分享 把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 like and share出去给你的朋友 来自家游戏 所以我们就会把很多很多的礼物送出去给大家哦 答案是什么呢 赶快把答案打在留言信箱哦 把答案打在留言信箱 答案是 OK 干扰项哦 有两个是干扰项哦 哦 有两个是干扰项 其中两个是干扰项 有一个颜色 有一个干扰项 有一个颜色有一个干扰项 所以排除了那两个啊 第三个颜色的那个答案 就是那一组哦 哦 秘密也很奇怪哦 秘密也是演技嘛 OK 所以呢 答案是什么呢 答案是什么呢 OK 赶快把你的答案打在留言信箱 好吧 今天好 我们赶快抓紧时间 我们把两个幸运额给抽出来 然后我们把礼物送出去 好 OK 答案就是 1 1 1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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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对 是哪一位朋友呢 哪一位朋友答对了呢 OK 要选两个是吗 对对对 选两个 OK 一个叫 Bambina He Bambina He 恭喜恭喜 恭喜 Bambina He 另外一个叫做 陈千惠 陈千惠 千惠 哇好好听的名字哦 OK 这两位都是我们的铁粉哦 每一期他们都上网 对铁粉 他们每一期都上网来支持我们 非常非常开心你抽到他们哦 你看 嗯 我们继续往下看吧 嗯 刚才 我们说了很多很多的演技嘛 今天好 要不要抓紧时间帮我们 讲解一下这些演技呢 行行行 来我们看一下演技哦 OK 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几个 那全部 如果刚才大家还记得的话 不记得不要紧 那么 那两个干扰匠其实是 势力1.0 那势力1.0呢 就是 其实是 我们所谓的 它是小分数的一个 反患 对折 其实就是我们 21D 其实 你站到 就不完全是 perfect eyesight 但是我们是 以一个标准哦 所以势力1.0 不是演技 那么秘密眼呢 就这样子 那些演技呢 秘密眼 所以那个也不是演技 所以两个感扰项 不是演技 所以 答案第一 A到D是演技 那么现在我们看 全部的演技 就排在这边哦 这个荒登片里面 有10个演技 常见的 邪式 卖力总之如此类的 但是今天 因为时间的限制 我只讲4个 4个 以他的 带过 那么邪式是什么呢 你是一个弱势 弱势 弱势 宛弱的弱 视觉的势 那么形式 就是你不能正视 你没有掀视 所以 你的眼睛不能正视 OK 另外一个是 卖力总 是我们俗称的真言 就在我们的 包联 我们 这个眼联 眼联里面 有一粒 一粒东西 这个卖力总 所以有时候讲说 哇 是太多炸了 太热了 这边 没有太多时间说 那么当然 我们会泛泛的讲过 接下来我们再讲 稍微多一点点 是近视远视 长官老花 好 好 好 来 近视远视 长官老花 那么 近视远视 长官老花 我一次过 可以 给自己 给大家 呈现 那么 为什么可以 一次过呈现呢 我们做一个 4个点 的比较 你看 他们最大的不同 就在他们的焦点 那灯啊 不要等那个 不要等 但是光 从那个外面的那个物体 进来到我们的眼睛的时候 一定要做到我们的视网膜 视网膜 那个焦点到我们视网膜 那个部分 叫做黄斑布 那时候你的 你的那个视觉 就是 就是好的 如果假设 不是这样的情况的话 近视的人 他那个焦点呢 会在视网膜之前 比如说这个视网膜 他会在视网膜之前 那个焦点 所以呢 假设是这样子的话 你就要把那个东西 一进来一点 那个焦点就 到视网膜去 所以这个近视 远的话 他就不能 他就离开视网膜 远视的话 那个东西 太近的话 那个焦点 其实在后面 是虚拟的 在后面 所以你要把它拉远一点 那个焦点 才到视网膜 你才可以看得清楚 所以这是叫远视 只能看远视 看近卉盟 那么老花跟远视 有一点相似 但是他的不同 最大不同是 老花是跟连宁 远视呢 可以从小就有了 那么远视是 主要是因为眼球 可能变小 远球那个 距离 可能变得比较窄 可是老花的话 是那个 金状体 变成 不够柔韧的 所以就会变成老花 所以老花跟远视 就是这样的 不同的变因 最后的闪光 闪光就是说 它可能会发出 两个焦点 两个焦点的话 两个焦点到你的视网膜 所以你看到 东西是 双向的 它有 它有模糊 所以这 这样子 形容 我相信 大家应该是OK了 比较不简单的 一个形容 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清楚 然后我们再接下去看 肝眼症吧 肝眼症又是 怎么回事 肝眼症 肝眼症是 大家都 可能会碰到 肝眼症 那么肝眼症是 为什么呢 OK 很多时候人家说 肝眼症是没有眼泪 对了一半 肝眼症不完全是 没有眼泪而已 没有眼泪是 其中一个 原因 肝眼泪线不足 那么第二个原因是 它够眼泪 还是有肝眼症 OK 我们的现代医学 就很好了 在这方面 因为眼泪呢 是由三个东西组成的 我们身体的液体 还有烟液 还有它的那个 还有我们身体的油 这三个组成 只要其中一个组成 它变成我们的眼泪 其中一个组成 不足的话 眼睛就不会受到润滑 那怎么得到 你眼睛的润滑呢 当你眨眼 你不可能一直定视的 眨眼眨眼眨眼 你就会润滑到你的眼睛了 所以 但是当那些肝眼症的人 怎么眨眼都没有用 因为它缺乏眼泪 或者它的眼泪 那个质地 出了问题 那么眼泪出了问题 是为什么呢 笨笨片里面有讲的 让我泛泛的 跟大家讲一下 有可能是服了一些药 一些药物 所以你要问你的医生 为什么服了这些药 会有肝眼症 一定要跟他说 那么肝眼症久了之后 会出现问题 因为眼睛一定要受到润滑 那么 年龄 老了之后 因为五脏皆衰 那个经济不能上树荧 那个经济不能上树荧 不能多人乳养 第三 可能环境的因素 环境 受到污染 还是一些化学的 一些工厂的地带 可能 那么 第四 这个是比较少人会注意到 长期戴 那个隐形眼镜 没有拿下来 就是 或者 做个折射式的 那个眼睛 那个眼睛矫正手术 用NASIC 也有可能发生 这种医疗事故 有可能死到 狗肝眼症 好 谢谢 然后 飞纹症呢 很多朋友 到了中老年 就会有那个 飞纹症 那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哦 飞纹症 飞纹症很好听哦 讲飞纹 飞纹的文子 但是 古代人 其实更有学问 很文学的 就是云雾一经 云雾一经 其实 云雾一经 OK 那云雾一经 好像云一这样飘 其实是这样子的 如果有飞纹症 飞纹症的朋友们 或者你的亲戚朋友 你就问你飞纹症 你就知道那个症状是 好像东西飞来飞去 里面一闪而过 一闪而过 一闪而过 这样子 OK 这个是现代医学的发现 是里面 眼珠子 眼珠子里面的那个玻璃体 我们有一 那个里面的一个 很浓的液体 叫做 Vitrus Humor Vitrus Humor 那么它里面有 那个 蛋白质 或者一些 杂质 有些可能是 先天就有了 那么它在里面 其实不会有什么大碍的 就是这样 一点点 一点点而已 眼睛看得好像 其实真的是很稍微的 那么 当然 也有可能是有 严重的症状会 就是严重的病症 使到会有飞纹症 我谈一点点 谈一下 就是有可能是你的玻璃体 那个Vitrus Fluid Vitrus Humor 那个很浓的液体 那个Vitrus Fluid 那个玻璃体 它可能在衰退 那么可能跟着 年龄的衰退 所以跟年龄 刚才讲到 年龄族群 老人家可能会有 这个问题 因为他五脏皆衰 第二 也有可能因为 换了一些眼疾 这个激发性的 那个非纹症 所以 如果你有别的 别的问题 别的问题 就是说别的素脊 例如来的一些疾病 那么 飞纹症跟你的医生讲 即使他不是眼科的话 你跟他讲 我开始有飞纹症 以前没有的 他需要注意了 因为我要怎么说呢 最好是中西医配合 对 激发性的不是先进性的 激发性的不是先进性的话 其实是可以帮助的 对 好的 看完飞纹症 那白内障呢 白内障也是很多朋友们 都会面对的这个问题 OK 白内障 白内障 我们听到白内障 讲 老人家就有白内障 自然而然就有白内障 我们大家都可以 接受的一个事实 就是说 这是惯性 常态 每个人老的 就会有白内障 不一定的 OK 当然 老人家比较容易 患白内障 因为刚才也说了 一路来都在说了 五脏皆衰 五脏皆衰 天盔节的 就是五脏皆衰 如果没有保护自己 没有预防跟调理自己身体 让那个摔得很厉害的话 往下泻 健康一直往下泻的话 你就很容易得到重远级了 那么当然 白内障 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 是我们的精状体 混浊而造成 精状体混浊而造成 那么什么东西形成 精状体混浊而造成呢 我们里面有一个叫做 原液内障 这个原液内障 OK 原液内障 是中医的一个名词 原液内障 刚才看到那个肝 刚才看到五人 有肝 有肾 有肾 有肺 有肾 原液内障呢 就有点跟肝 有点跟肾 有关系 听到肝肾 去过中医的 老人家去过中医的 听到 每次讲肝肾不足 肝肾两须 肝肾不足 都是老人家 所以这跟原液有关 我们的精状体 我们的精状体 就是我们的 Lens 开始衰退了 慢慢变成 混浊 模糊了 那么 简短的说 也有可能是 激发性 糖尿病的人 吃了某些 新药的人 某些药的人 那么 长期曝塞在 紫外线 抽烟 喝酒 红萝卜素 Vitamin C Vitamin E 缺乏的人 或者 很小的族群 他们是因为 基因遗传 基因遗传 好的 今天好 听你讲了这么多 这些眼睛 这样我们有没有 一些预防的方法呢 如何去预防它呢 当然 刚才好像一直在 讲不好的东西 对 闪光 哎呀 为什么我闪光 也挺别害怕 那又怎么去预防呢 好 是的 乌云密布 其实是可以的 那么是这样子说的 我先简单的 跟大家讲一下 待会再讲深一点 那么 我们物理眼睛 是一种养生之道 我们可以去锻炼 我们可以去跑步 可以去做气功 但是为什么眼睛 不做锻炼呢 OK 简略的说 我们 可以用药养 可以用食养 可以用动养 可以用静养 那 药养 是药啊 食养 药食成员 那么 动养呢 做运动 除了做运动啊 眼睛也可以做运动啊 静养 最重要了 安静你的心 情绪 要受到控制 不但是这样子 假设情绪有问题的话 一定要把情绪 的问题 解决 眼睛 会被情绪影响哦 再配合我们 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来护理我们的眼睛 嗯 好 刚才我们看到那个slide啊 就是说 因为我们整天 整天 就是我们啦 不要说 老年人还是什么 我们都时常用很多 3C产品 还有我们整天 机不离手嘛 整天看手机 看电脑 就是 它会 让我们很容易 换上青光眼吗 那什么是青光眼呢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了 哎 这个青光眼 那这样好好又帮我们 调解一下吧 这个3C产品 风军讲了两个名词哦 一个叫3C 一个叫青光眼 3C在新加坡的 在新加坡我们这个国度里面 3C 你去Google 3C 用找报 Google找报哦 那么3C其实是 在我们国度里面 我们的认识是 Caring Pohesive 跟Confident 就是说 有爱心 有邻居力 跟有自信的一个国度 所以 所以 凤金所说的3C哦 在新加坡可能有点陌生 但是 普遍来说 中港台 他们都用3C 这个 3C是什么 跟我们有稍微不一样 3C就是 Computer Consumer Electronics Communication 就是电脑 电讯产品 还有 大小屏幕的 那些电器用品 那么 我们 用3C的这些国度呢 会不会得到青光眼 我们先讲 第二个名词 风轻提到是青光眼 青光眼 青光眼 其实 到目前为止 医生 不要讲医生 就是我们现代医学 都没有一个 确定的一个原因 但是他们却知道 几个 配合青光眼 所出现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 四神经会萎着 会衰退 四神经很重要 也就是说 如果继续衰退 去萎着的话 可能会忙 所以青光眼 如果你父母亲 或老人家有青光眼 一定要带他去看医生 再配合中医 如果可以的话 去看医生 看中医 两个 那么 他们也有另外一个现象 他们这样不知道原因 他们发现现现象 青光眼 眼压 它里面的眼压 增高 一直增高 很奇怪 那么还有 当然 也有 是说 缺乏的血的供应 发现 有这样的一些现象 青光眼 不知道真正的原因 但是却有这样的一些 他们这样的发现 那么当然 当然 当我们 青光眼 在中医的治疗 其实是有 一定的特色的 因为当 我给这么简短的说 因为这边不讲治疗 我们每次的Facebook 来都讲 护理跟预防 预防跟调理 预防跟调理 治疗青光眼的话 配合针灸 配合内服 主要入肝 为什么呢 我们说 五上六腹 这经济上 接上注一幕 皇帝内经也说 肝太叫一幕 那么肝 影响到眼睛为重 五上六腹 也配合了 那么是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疏肝 我们可以平肝 我们可以养肝 那么疏肝 平肝 养肝 我们正几个讯息 对 等一下我们会 教大家怎么样 去疏肝 平肝 养肝 大家不要离开 继续的听我们分享下去 三西竹群不单会换青光眼 因为他们 他们一直寄进会 常常会看东西 看那些手机 电视 电脑 除了青光眼之外 你像刚才所说的眼睛 都会犯 对 所以我们要 好好的护养我们的眼睛 好 说到这里 建豪 我们是不是要来出招了 好啊 出招 我们每次讲 都是有三招吗 我们讲有三招 一定三招 少一招都不急 那第一招是什么呢 建豪 当我们出招的时候 给大家一个范围 我们每次说的都是预防调理 不讲治疗 治疗在诊所 是专业 预防调理 我们热肠 如果可以治胃病的话更好 那么我们以治疗原则为主干 治疗原则 就是有三样 驱风 鼓翼 跟退翼 简单的来说 眼睛 看到一开眼睛 就会有风了吗 风行三变 风的道路都有 这边吹那边吹 我们身体都受到风 那么风进到眼睛的时候 我们可以带着风寒 风热 风湿等等 都可以需要用驱风 内服或外治 针灸 或者内服 补疫 就是补我们的补气 补血 补阴补羊 基本上是内服 针灸也可以补疫 就是我们五十六五的补疫 从不健康 到牙健康 到健康 然后这个水瓶 补疫 虚的话就 退疫的话 是古代的一个名词 是把我们的一个 眼睛的一个脏 好比如说 我们讲 原意内脏 就是我们的白内脏 我们把它退疫 退疫 最主要是用针灸 然后内服 这边不 这个是治疗 但是以这样的一个 大刚原则 我们就想三招 大家可以做 三招 希望大家自卫 不需要看到 看到医生 看到医师 第一招 第一招 第一招是什么呢 第一招每次都是生活小细节 生活小细节 如果不照顾的好的话 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招 有洋真经都没有用 所以生活小细节的话 第一招 OK 用眼睛的习惯要养疼 怎么样呢 孩子看三西产品 他们是没有自治能力的 七天24小时 可以一直看的 你累了躺在地上 睡了 他们都还在看 所以你一定要阻断他们 或者限制他们 用三西产品 去户外活动 不要一直待在家里 一直看着屏幕 看着电脑的话 我们因为现在有新冠病毒 一直看着电脑 看着电脑 一定要休息 去外面 或者不要看着屏幕 过了半小时左右 看外面 或者看周遭 如果你去到外面的话 太阳曝晒的话 太长 一直藏在外头的话 也要注意你的眼睛 戴墨镜 那么第三 我们通常我们看电脑 还是看书 我们的灯 灯光要充足 那么姿势要对 如果我们的秘密眼 这样子看就出现问题 秘密眼不是一个眼睛 但是我们秘密眼 就是说我们要聚心会神 就出现问题 最后我们就要定性的去检查 眼睛身体 好的 这就是我们要从平时的这些小细节 去着手 去照顾我们的眼睛 好 然后第二招呢 第二招 第二招就是你的断肠了 不是 第二招是 钥匙同源 是每个妈妈们的断肠 那么钥匙同源呢 就是想说 工军 第二招钥匙同源 我们可以讲厨房的东西 也可以讲药跟普通的食物的配合 好 我们进入第二招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看 上个星期 就是上一次我们的直播 我们其实发了一个小问题给大家 就是这个A跟B是什么呢 我们有很感谢很多很多的粉丝朋友 都在留言信箱把答案写下来了 所以呢我们我们先来讲解一下 A就是红枸杞 就是零下的枸杞子了 然后B呢是黑枸杞 答对的朋友呢 有很多很多 我们先讲解一下 A这个红枸杞呢 它就是那个能够补我们的肝肾了 我们都知道红枸杞呢 能够补肾一斤 能够养肝明目 那为什么有红枸杞跟黑枸杞之分呢 红枸杞呢 它是那个耐热的 它可以拿去烹调 拿去泡茶 然后那个它里面呢 有很丰富的胡萝卜素和叶黄素 能够呢帮我们调理我们的干血不足 那黑枸杞呢 黑枸杞主要的呢 它有很丰厚的那个花青素 它的花青素可是比那个蓝莓 我们吃的那个水果那个蓝莓 比蓝莓呢还高20倍的 可是呢 黑枸杞它就不适合高温 所以呢 我们黑枸杞呢 只能拿来泡水 就是大概40度的水 来冲泡 泡成茶 跟泡酒喝 我们就不适合拿来入药 因为药嘛我们拿主要的时候 是要用高温来煮的 所以当你要煮药啊 或是煮菜啊什么的时候呢 我们就用红枸杞了 所以答对的这个朋友 是哪两位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非常恭喜这两位朋友 就是 林小琴是吗 还有Jennifer Tan 林小琴跟Jennifer Tan 我们将会呢 送你一罐这个黑枸杞 记得这黑枸杞只能用来泡水 泡茶喝 不能够拿来烹煮的 你可以把黑枸杞跟红枸杞呢 参加一起泡茶喝 他们两个的功效是非常的相近的 只是黑枸杞的那个营养成分是更高的 好 我们再继续的看下去啊 就是我们的药食同源 我们在厨房里面其实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 这些食材是能够帮我们护养眼睛的 平时不妨多吃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 林小的枸杞子了 还有呢 菊花 我们菊花呢 能够呢 舒风热 就是当你的眼睛有点 你觉得眼睛有点烫啊 有点红眼的时候呢 你不妨可以泡一点菊花跟枸杞子泡茶喝 能够帮我们舒缓那个红肿啊 然后还有我们的妈妈们非常喜欢的红萝卜 红萝卜有非常高的那个胡萝卜树 它呢 这个也能够帮我们健脾和中 能够帮我们呢 明目哦 滋滋补我们的肝哦 滋肝明目的 还有另外一个 大家可能没有想到的就是菠菜了 你看看哦 菠菜菠菜哇 真的是非常好的 它除了能够呢 养血止血 还能够平肝 还能够呢 帮我们解除我们的头痛 最重要最重要的 哎 它能够是 多吃能够防止吧 防御那个夜盲症哦 所以哎妈妈们赶快啊 明天就到巴沙里面去把这些食材给买起来哦 煮给家里的大大小小吃 然后除了这些一般我们所见的食材 我们也为大家调配了这个养肝明目茶 养肝明目茶就是刚刚我在一直在喝的哦 可能小朋友们有看到的 这个养肝明目茶 我们看一下养肝明目茶里面有些什么成分 就是食壶 哎 我们先看一下食壶有些什么功效 它就能够呢 滋阴 然后清热 生津止渴 呃 大家可能不知道 食壶当你们泡的时候 它有一点那个 呃 滑滑的那个胶汁 这个胶汁呢 是能够补充我们的那个眼睛里面的那个 水晶体里面的那个 呃 润滑液啊 能够润滑我们的眼睛 再加上菊花 刚才我们已经讲解了 菊花能够平肝明目 呃 还有狗吉子 能够补我们的肝肾嘛 呃 这里有一样东西是绝明子 呃 绝明子 绝明子 它就能够呢 帮我们 让我们的眼睛明亮 还有呢 它能够呢 呃 治疗那个肝热 肝热 还有呢 那个呃 呃 目测 就是红眼 哦 还有对白内障和青光眼 还能够降那个眼压 所以呢 对我们的那个眼睛哦 这个配搭是非常 非常好的帮我们呃 小杯可以的 嗯 嗯 对 然后就是泡一壶可以跟一家人分享嘛 哦 如果自己喝 那你就就喝一杯吧 哦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是新为大家所 呃 特别调配的另外一个呃 产品了 它就是呢 茶树菇 酱鸭汤 茶树菇 酱鸭汤里面呢 有茶树菇 梅豆 龙眼 红枣 跟狗鸡子 我们先来看 哎 为什么茶树菇呢 茶树菇它能够呢 帮我们滋补 我们的肝腎 哦 滋阴补腎 刚才 建豪友说了 我们的眼睛 呃 我们的眼睛需要 心肝脾肺腎 都要照顾到 好 我们的眼睛呢 才能够滋润啊 所以呢 我们除了呃 这个茶树菇 它能够呢 清我们的呃 干热和补肾 我们还有眉豆 眉豆可以健脾 还有呢 有一个去湿的作用 龙眼 我们呃 上一期已经讲了 龙眼是非常好的 能够安心神 也能够呢 帮助睡眠啊 然后红枣 能够补血安神 加上狗鸡子 我们刚才一直在讲狗鸡子哦 所以你知道狗鸡子 是多么的重要吗 所以这个汤呢 能够帮我们呢 养心灵神 能够帮我们 调节我们的血压 然后呢 也能够舒缓我们的压力 尤其是上班的朋友们 呃 再加上这个呃 茶树菇 酱鸭汤 它其实是 不用放肉去煮的 所以非常适合 素食的朋友们 建豪 你又呃 喜不喜欢这个汤呢 对我们讲解一下 这是汤是不错的 但是因为时间限制 我也讲寒冷温凉就好 那么寒冷温凉的话 呃这个 它这个是主要是偏温的 主要是偏温 不是非常的大热 就偏温 所以呃 这个是温补的一个方 另外全部都是温补 温补无脏 那么我的呃 见解是温补的东西 全家人都可以喝 那么当然也不需要喝太多 一个星期可以喝三四次 就是煮汤嘛 大家一起喝 温补的汤 对非常适合一家人 啊来饮用的 好说到这里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直播特价 刚才其实之前我们有说的 就是SH1 哎你想赢取这个SH1 赶快like and share给你的朋友 这个28块 我们有两包呢 这个红狗吉子 一罐黑狗吉 还有呢 一包这个养肝明目茶 现在特价呢 28块8 28块8 还有我们再看我们的特价二 特价二就是SH2 SH2呢 就是我们的 也是红狗吉 一包 然后养肝明目茶 还有呢 两包茶树菇 酱鸭汤 如果你想买这个28块8的特价品 你在留言信箱里面呢 打上SH2 如果你想买一套 你只有SH2 坦1 如果是想买三套的话 就是SH2 坦3 大家要记得 在这个直播期间呢 所有的运费啊 都是免的 你只是要还28块8 因为是99 我们不收任何运费啊 就是free delivery 你只要把你所要买的 那个SH2 坦多少 SH1坦多少 还有呢 另外一个 我们的特别的 我们的合作伙伴 意识员 说给我们的特价品 就是这个护颜宝了 它是SH3 SH3 这个呢 是要玩哦 要玩哦 所以呢 是不用煮 因为刚才之前的 要泡要煮 可能你嫌麻烦 所以护颜宝 原价是32块 然后呢 现在只要28块 如果你想买这个呢 你就打上SH3 SH3 Time 多少 刚才我看到很多朋友都下单了 哦 谢谢 谢谢 呃 呃 有人 呃 这个Shawn Shawn也买了SH2跟SH1 还有呢 SH3 啊 好多朋友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的支持 哎 今天好 嗯 今天是99 我们要搞些什么特别活动吗 哦 特别活动 啊 来回归我们的粉丝 特别活动我们就 啊 嗯 要把这个促销 演一演还是什么吗 因为刚才有朋友说 哎 嗯 或者是说 因为现在 可能还有很多朋友 还没有 还没有上来啊 再推广一下 我们延到9月18号 哎 好的 我们就 因为 对有的朋友 他说 呃 可能他放工回来 就赶不上 他看的时候 可能我们的这个直播已经过了 或是他 呃 今天刚好有事哦 出外了 呃 第二天才看 他就买不到我们这些特价品了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个特价延到9月18号 所以如果你想购买这些特价品的话呢 可以呃 呃 pn我们或是在我们的留言信箱 打赏你所要购买的这些产品 我们会一直呢 促销到9月18号 因为今天是99嘛 所以我们再给大家多几天的时间来下单哦 啊 啊 我们再继续看 今天好 我们呃 讲了这么多 我一直在讲耶 呃 是不是应该动一动了 我们的第三招 哦 第三招 好 我们第三招 我们讲到第三招的时候哦 就是啊 谈到我们的治疗方案 我们通常用气超时针药 气超时针药 刚才讲的药食同源 我们今天就做气超跟针 不需要拿针来自己 哦 针针不表示是针酒而已 就是表示经络还有穴位 经络穴位 所以我们今天就配合气超跟针 好吗 那么啊 大家一起啊 只是一个小活动 大家可以听 而且今天因为时间限制 我是啊 每个动作呢 可能只做两次 大家可以延长的来做 啊 我是做重点哦 做动作做两次两次 大家注意看 如果忘记的话 可以回去看一下 好 来 我们先做眼部操 眼部操 好的 我们跟着健豪一起 好 大家来 接着我 看上 看下 看上 看下 看上 看下 看左 看右 看左 看右 左上 右下 右上 右上 左下 右上 右下 右上 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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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接下来这样子 眼睛在中间 拉近距离 中心跟他看 看另外眼睛哦 摸摸掉嘴 拉眼睛 拉近 拉近 OK 看眼睛 放你的眼睛嘴 照天 照天 好了 行了 戳你的劳工 温你的眼睛 好 我们做第二部分 来 第二部分呢 本来有做 经济做 我们做眼部的活动 按活动呢 按穴位 眼部的穴位哦 我们先看一看 那个穴位吧 对我们先看一下穴位 这样朋友们会比较清楚 哎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穴位 好 来 我们有 我们有 精灵穴 对 赚足 这样子 赚足哦 赚足之后就 鱼腰鱼尾 然后这样子按下来 自白 好 然后 晨气 过后呢 地仓 银香 逸风 注意逸风 风池 好吗 大家 逸风 风池 OK哦 好 我们开始吧 如果你们刚才可以回播去看 还是screenshot那个穴位的那个图 好 我们跟着接下来 音乐 好 来 音乐差一点点哦 有个当时还差一下 音乐 音乐 两个脖子按着太阳车哦 两个脖子按着太阳车哦 按着好比较柔哦 下眼眠 四白 神气 群疗 地仓 银香 再来 心灵 看着心灵的样子哦 可以往外哦 鱼头 鱼腰 鱼尾 按着好不要聚楼它 四白 神气 银香 一风 风池 风 好 行了 好 谢谢银香 谢谢银香 朋友们 如果你不是很清楚那个穴位啊 其实你可以倒回去 对 可以把这个穴位图呢 给截图哦 screenshot 截图 然后呢 你再慢慢的回播 去看我们的刚才银香医师 教我们的这个眼部超 然后跟着一个一个穴位的来 揉按 好的 今天我们的分享呢 除了这里 别走开哦 因为我们有大奖要送给大家的 大家赶快赶快 借这个机会啊 like and share出去哦 等一下我们会抽出两个幸运儿 来送我们的SH1给你们的 我们先做一个小小的预告 我们下一期呢 我们将会为大家分享 怎样照顾你的孩子的健康 考试快到了 我们用什么食疗方法呢 来帮助孩子啊 提高他的那个专注力啊 所以呢 我们在10月14号 星期三晚上8点 会有下一场的直播 大家呢 不要忘记了 10月14号 星期三晚上8点 我们有下一场直播 在这里 朋友 你都like and share出去了吗 好多好多的朋友呢 都在线上呢 非常非常的支持我们哦 我们来看一下哦 今天like and share 能够抽到我们的大奖的朋友 是谁啊 like and share出去 抽到大奖的朋友 好 两个大奖朋友哦 要我公布吗 嗯 OK 我们先 我们先发问 下一期的那个问题吧 我们先 先看下一期的那个问题 下一期的问题呢 哎这个图 朋友们 你们要把答案呢 把答案打在share那里哦 告诉我们A是什么 B是什么 然后呢 要tag三位朋友 tag三位朋友 我们因为很多朋友 不知道怎么做哦 因为如果你做了这个步骤呢 完成这个步骤 下一期呢 你将会有大奖哦 我们会有送出大奖的 你们看一下 我们有一个视频 小小的视频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样去做 这个share 对我们按share 哦 看看怎么样去做 怎么参加 好 看到吗 按share 然后呢 把答案输入 A是什么 B是什么 然后呢 再去键盘那边 找这个hashtag 然后输入你Facebook上面的朋友 三位朋友 然后呢 就把它打进去 然后呢 再按share now 嗯 这样就完成了 非常的简单 所以呢 只要你把答案输入 把这个整个程序完成 在10月14号的时候 同样的 我们会把幸运儿 把两位幸运儿 给找出来 然后呢 把大奖送给你们的 好 我们来看今天 先帮我们 like and share的朋友 是谁哦 今天好 你已经把这两位幸运儿 抽出来了吗 哦 抽出来了 一个 可能姓吴吧 这叫吴炳毅是吗 有个炳毅 恭喜你 恭喜你 另外一个叫 李金章 还有另外一个朋友 是谁呢 李金章 OK 好 这两位幸运儿 恭喜你 我们的工作人员呢 此一些时候呢 会联络你 请记得把你的电话 留给我们呢 我们将会把礼物 送到你底上去的 好 谢谢姜好 我们希望呢 今天的分享 能够让大家呢 帮助到大家 帮你们怎样 保护你的眼睛 我们希望 世心守护您的健康 让你吃出健康 喝出美丽 我们下一次 记得 10月14号 星期三 晚上8点 我们再见 谢谢姜好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